產前產後護理教室 肩頸和腰痛的護理及運動 在懷孕期間,肩頸痛和腰痛是很常見的 因為荷爾蒙變化,會令關節之間的韌帶鬆弛 脊椎骨、底卡關節和齒骨聯合關節都會變得不穩定 因而產生頸痛、背痛和齒骨聯合同 另一個造成背痛的原因是肚內的寶寶慢慢長大 媽媽身體的重心向前傾,加重腹肌和背肌的負擔 保持有適當的體能活動、正確姿勢 再加上日常做適量伸展運動,可以舒緩肌肉疼痛 在日常生活中,要養成正確姿勢的習慣 現在就來設法一些預防背痛的正確姿勢 首先是站的姿勢 雙腳要平均分擔身體的重量 同時放鬆肩膀,肩膀稍微向後和向下 背部要保持挺直 頭部位置,耳垂和肩膀應該是同一直線 令頸部保持適當弧度 腹部和盤骨底的肌肉也要收緊 如需長時間暫立,每隔一會就要左右轉移重心 坐的時候可以用腳踏或者調校椅子的高度 令雙腳著地 大腿和小腿要形成直角 背部要靠在椅背上 可以用cushion或者軟枕支撐背部 在捨自桌工作的時候,座位的高度要適中 令頸部保持適當弧度 記住要避免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姿勢 每隔一會要轉一下姿勢 在轉換姿勢的時候,要記得輕輕收緊腹部和盤骨底肌肉 這樣可以幫你支撐背部 當你要站起來的時候 首先要收腹和收緊盤骨底肌肉 把手放在大腿、扶手或者桌子之類穩固的物件上做支撐 上半身向前傾,然後再站起來 在床上起身,尖要合上雙腳,屈起膝頭 再轉為側身 然後收腹和收緊盤骨底肌肉 再用雙手撐起身體,坐在床邊 雙腳要分開至肩膀闊度 雙手放大腿 身向前傾,然後站起來 要避免直接用養臥起座的方式坐起來 當要拿從夜的時候 盡量靠緊要抬起的物件 然後屈膝 用大腿的力抬起 站起來的時候,記得要收腹 和保持腰背挺直壓 拿從夜的時候,記得兩隻手分開來拿 或者用手拉尺 太重的話,就要找人幫手 如果要抱幼童,就要避免用腹部的位置來承托 必要親自抱的話,就要交替使用盆骨左右兩邊 腰間的位置來承托幼童 肌肉湯 第一項是頸部伸展運動 主要是伸展頸後肌肉 你先坐在椅子上,挺直腰背 眼望前方 然後將下巴向後收 令頭部輕微拉向後 好像有雙下巴一樣 保持姿勢五秒 然後慢慢放鬆 整套動作重複做十次 第二項是肩膊伸展運動 同樣可以坐在裏做 輕柔地向上,向後,和向下轉動肩頭 第三項是上肢伸展運動 一共有三組動作 可以坐在裏,或者站在裏做 先挺直腰背,然後雙手互扣 反手向上,雙手向上伸展 直至覺得上背和手臂有輕微拉扯 維持五秒後放鬆 一共重複十次 第二組動作 雙手放在背部下方的位置 雙手互扣,再向上提起 直至覺得胸部和手臂有輕微拉扯 維持五秒後放鬆 雙手互扣,一共重複十次 第三組動作 挺直腰背,雙手互扣 掌心向前 雙手向前推 直至覺得上背有輕微拉扯 維持五秒後放鬆 同樣重複十次 第四項運動是腰背伸展運動 首先,背靠牆壁 雙腳分開和肩膀同等闊度 上背和臀部貼在牆壁 然後自然呼吸,收緊腹部 腰部壓向牆 保持五秒,然後放鬆 一共重複十次 孕婦在進行產前運動的時候 如果覺得不舒服,應該立即停止運動 懷孕婦內可以利用健身球做腰背伸展運動 鍛鍊背部和腹部肌肉 孕婦也可以利用健身球 應付自然分娩時的陣痛 和減低壓力 有需要的準媽媽可以經醫生的轉介 由物理治療師的指導下學習 今次名借醫院管理局 物理治療部提供資料及協助拍攝 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製作